藍白正式分手 侯康佩趕場幫藍衣小雞站台 上千會支持者道場相挺 不斷搖起吶喊凍蒜 再展現藍衣大團結氣勢 而聽到賴蕭佩說 自己才能守護兩岸和平 侯康炮火全開 要台獨雙人組別再睜眼說瞎話 那用意識形態操弄選舉 那一千人會比我愛台灣嗎 要用嘴巴愛台灣 我用弦動愛台灣 我用生命顧台灣 市長每次到選舉就抹紅別人 老狗玩不出新把戲 侯康佩當然是希望台海和平 台灣如果不和平 其他都不用講 一到下午藍衣大頭造勢 全台遍地開化 侯康佩也分進合集 趙少康先到桃園幫小雞站台 侯儀則是合提馬英九到台中造勢 而侯馬也同聲呼籲 2024得下架貪腐政權 民進黨執政七年 倒行是大家的日子都過得不好 而且是民主明顯的倒退 這樣的政府不能忍受 就讓它下架好不好 關商勾結貪污 腐敗的這些重大事件 是不是要一條一條丟出來 對嗎 要在行來跟我們人民 一個清涼的政府 不是像現在民進都在執政 貪樁王法的政府 株立倫害韓國局 則是跑到澎湖幫小雞扶選 也替侯康佩造勢 集體貪腐 哪有一個不貪的 疫苗貪不貪 雞蛋貪不貪 光電貪不貪 口罩貪不貪 這是什麼政府 籃以大頭拳出籠 團結造勢拉抬侯康佩選情 而賴蕭佩跑到花蓮造勢搶票 至於柯英佩 則是至今都還沒造成活動 總統大選進入倒數時刻 籃以展現陸戰實力 要在最後不到50天內 一搏政黨輪替的機會 藉由黃金屬國豪 S20小組 台北報導